這椅子看起來差不多嘛 就一般椅子 但是去改的 但是它的腰是有點... 那個鞋背那邊有點凸出來 剛好凸到你的脊椎 效果最好 這個算是紀念小... 對對對對對 然後我們把它改 我們去買那個人體工學梁再修改 一定要修改啊 為什麼?第一個要讓它... 這邊有沒有 做個這個東西讓它腳容易離地 而且它容易不容易滑下來 你看看 像我媽的話一定會掉下來的 它左右是沒有辦法的 左右你這邊椅子後面可以弄了一根木材 然後給它固定在這裡 它就不會掉了 我們是沒有做 因為它本身它會... 你看我們幫它這樣拉 它不動我們幫它拉 不動我們幫它拉 那我... 我弄一個動畫給你看 你要過來一下 因為那個燈指的太... 對這樣好 我弄一個動畫給你 好 哎呀到時候我傳給你就好了 你傳給我好 你照著照著還是這樣 是是是 我弄一個動畫給你看 好好好 傳一個動畫給我好 你來 看在哪裡 看眼線 這裡面蠻多資料的齁 這就是... 這小的麻痺的 哦 這... 這... 這不是動畫 這...這... 你看我這邊給它弄一個... 一個... 一根桿子有沒有 是是 它撐在這邊它就不... 它就不會了 它就不會掉下來 不會左右掉了 前後也不可能 是 因為我這邊比較高 哦 對不對 像我媽的話 它一定會... 它左右一定會... 對啊 左右後你可以... 你也可以用一個... 一塊... 做一塊布對不對 彈性的布對不對 從後面把它豎起來 跟那個... 椅子是一體的 是是是 這不可能的嘛 哦 對不對 我看過很多 那是小麻痺的才讓它走路 對對 這37年小麻痺 我找找看齁 37年 它看起來很年輕耶 它很小就... 40歲 3歲就得了 3歲 然後你讓它走路喔 跑步 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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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就跳舞了 你要轉過來 因為那個... 等一下我早跑一下 早一些 已經40歲了就對了 41歲了 沒有 這裡 你看 嗯 沒有 這是... 這是它會動啦 嗯 所以它用那個... 它健康的腿帶動它 不能動的腿 是 那這樣動你看齁 它的大腿啦 它的腰啦 它的肘啊 都... 都有運動到 對 那代表天天都在做復健 而不是說我們到了 做個一個小時 這個復健 這樣才有辦法 而且它... 做完復健它會比較好睡覺 它品質會比較好 因為累嘛 是... 要整個思維要改變 嗯... 而不是只有良能量 萬能量不會改變它這些... 這些狀況 是...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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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天會回家 我就當... 資料先給你 嗯...是 我怕你那個什麼... 明天... 不曉得會不會彎過來 就先給你 是...是... 好不好... 啊... 好... 好... 麻煩放我的... 嗯... 褐色的包包裡面 不然我會忘記 嗯...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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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您的看法 我現在就讓我媽媽吃這個 中... 呃... 吃西藥 因為她中風嘛 所以都吃一些什麼藥 我也搞不太清楚 就讓血液不要那麼粘稠吧 我想 啊... 啊... 那... 我在想說 因為已經吃了一年了 嗯... 啊... 那個... 何老師上課 常常講說 藥就是毒 毒就是毒 什麼東西的啊 啊... 我在想說 以您的想法 就是像我媽媽這樣中風 嗯... 呃... 有可能就是 不吃那個中藥嗎 啊... 不吃那個西藥嗎 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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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裡非常的掙扎 嗯... 要不要吃那個藥 我建議 是... 嗯... 其實可以... 如果你有別的取代的話 齁... 齁... 你可以分階段性的 慢慢的... 退 比如說分三個月 六個月 慢慢把這個退 齁... 那... 那因為... 我們很清楚嘛 那個藥就是讓它... 對不對... 血管擴張嘛 齁... 齁...這些東西嘛 都... 齁... 其實... 在目前為止 有很多可以解決這個東西 齁... 那... 我覺得說 對於病人 最有幫助的齁... 齁... 我個人的感覺齁... 齁... 齁... 就是... 再生幹細胞 齁... 再生幹細胞 那是西醫嗎 欸...不是西醫 齁... 這個是... 現在... 在這個醫學上齁... 最近才發表的齁... 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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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稍後才會講一下幹細胞齁齁... 齁... 齁... 那... 齁... 齁... 我們知道我們人一生下來齁齁... 齁... 齁... 對,因為光線的關係 你站到這邊,不好意思 對對對,光臉上就不會那麼黑 我們人生下來,我們全身都是不滿有幹細胞 小孩子都是 那幹細胞主要讓我們的器官成熟 大概二十歲以後呢 我們的幹細胞大概只剩下百分之二十 那這百分之二十做怎麼用呢 它在每個地方都有幹細胞 它讓我們看到緊急事故的時候 它就會釋放幹細胞 來做一個治癒率 可是呢,現在人因為環境的影響 自由基的傷害 變成說,在危急的時候 幹細胞也昏迷不出來 那之前是用其他動物的來代替 那究竟他們各方面的成因是不一樣的 不適合人體 那後來最近發現說 有一種素食 天然的一個食材 在海藻的地方 既然發現了 把它萃取了以後呢 它能夠刺激我們那個百分之二十的細胞 產生真正的幹細胞 那這樣的這個作用呢 你們知道幹細胞只要一產生 它可以產生無限大 一直一直分類嘛 那知道我們幹細胞是對我們人生是最有幫助的 包括你的血液 包括你的腦 是很有 在我的案例裡面 因為我的業母是有點失智症 那失智症的人不是說只有失智就好 她有妄念的 她會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工作 那我給她吃了大概一個月 她就很清楚我幾天前的一些動作 因為幾天前我都在敷衍她 因為我認為她是妄念嘛 那我就做幾個手勢 她既然昨天會跟我講說 爸爸生病的時候 她這樣子 爸爸就好了 其實我是在敷衍她的 她既然能夠依稀記的這種情形 那代表什麼 她有進步 那剛剛我在做那個 做那個九年中風的時候 她打電話說 我那個幹細胞的那些食品擺在哪裡 代表什麼 有效 還會吃 那我相對的 像這個 這個 中風 或是Parking 這些人 她 要治療是要治療她的腦 如果能夠我們在 我們吃下去 我們這個東西 能夠直達到腦 讓腦產生這種幹細胞 那之後呢 可能啊 她很多 她會來恢復妳這邊的治癒力 這治癒力恢復了以後 或許會有 應該是會有很多 異想不到的血液 那我所以說 我比較建議說 營養當然要供點 但是呢 這幹細胞 她給全村這方面的一個啟動 是最根本的 因為她那個叫做什麼 本質具足啊 你本來就有了 只不過她用它來誘發你的幹細胞 再分裂 我是覺得說 這種科技 是值得我們 可以去嘗試 因為她是 因為她是 天然食品 那 吃了也無害 那我們暫時說 把西藥 我們暫時一樣吃嘛 對不對 可是呢 我們再把它 就把它當作一個補充品 來試的話 大概試一個月兩個月 實在是有很多指標的意義 那因為我們的暗議裡面是很多 那因為我 我是屬於這種 比較重視能量層面的 那我們人健康啊 有五個因素 第一個能量要過 我是節症到尾屬於能量的 那第二個就是物質 那物質就是吃的東西太重要 第三個就是時間 那什麼叫時間 要掌握那個時間點太重要了 第四個呢 就是訊息 我們人啊 要有這個很好的一個 一個正面思考 加上這個最疾病的訊息 才有辦法啟動你的知識 最後呢 心靈層面太重要了 對不對 我們總結啊 對不對 你身體健康 你心靈不健康 一樣是 一樣是會再跌落下去 所以 所以呢 我剛剛講的這五項呢 其實就是我們 這個 總開關啦 那我現在只不過拿 能量 來當作 一個開關 所以我 在我這方面 我要結合的東西啊 包括 要學的 還有跟人家合作的 實在空間還是很大 大概是這樣 謝謝你 那這 你說的這個 幹細胞 再生幹細胞 大概 一千多塊 啊 平常人 一天吃三顆嘛 啊 如果說你比較 覺得快好 或是覺得快笑的話 你吃六顆 那整個的負擔上來講 應該還負擔得起 不像一般的幹細胞 一弄就 就是好幾萬 才幾萬 那不是啦 而且它是無害 所以我們可以 可以 嘗試看看 那幹細胞是台灣的產品 還是其他國家的 欸 應該是 我的印象中 好像是英國的產品 對 因為 因為我的學生 有一個叫做 我們叫做 洪景 那 他 推薦這個給我 那因為 因為 我有兩個狀況 我要用它 第一個 我用到我月米 那是最真實的 第二個呢 我之前呢 有一個整級醫師 叫林醫師 他幫我整級 幫我肋骨啊 弄裂了 那你知道 肋骨弄裂了 一般來講 差不多半年才能恢復 那 我就吃這個幹細胞 我吃了大概 一個多月 我現在牙不會痛 那代表什麼 幹細胞 讓你再生 才有那個本質 那現在雖然我還是在試驗階段 但是 時間不能等人啦 因為這個東西 如果說 這麼是那麼好的話 我們不要排斥 因為我最近有很多案例 極特的案例 包括 四五年都 下次勘患了 那 這個 我們除了給他能量之外 其實我們一直 想來切入 告訴他 這個訊息 但是一般 因為我們跟他的一個醫護關係 由我口中講出來 他認為你就要賣這個東西 他連資料看都不看 那現在有 因為我們要幫忙一個人 要幫忙徹底 所以說我透過了這個醫師 這個醫師也跟我同時去看這個病人 當然他也有一些比較特異的功能 那 如果由他來講的話 可能他能 連那個資料都會看 也可能會吃 所以說 這個人很難為 我們的角色 就是老師就是老師 老師是不能賣產品的 賣產品 整個那個格調就下降了 但是呢 我們要幫忙人家 我們只好透過了這些關係 希望能幫忙他 如果他案例能夠成功的話 對不對 我們對我們這個 這個 我們的所有的世界 實在是一個 可以選擇的方向 我不敢講說是唯一 可以做一個選擇 因為這個不打針不吃藥 你就能夠讓你身體康復 實在是可以選擇 大概是這樣 好 謝謝 這一段不要錄 我講的這一段